说来也是奇怪 自从无疑假期之后 娱乐圈的丑闻瓜就停了下来 预计们似乎都歇菜了 不再前夫后继地爆料各种瓜了 4月份一天爆出三四个绯闻瓜的场景 一去不复返 转而出现的却是各种因道德问题射死的网友 10日终于还是有预计爆料了一条女星当三的丑闻 涉及了三位男星名气还都不小 从爆料信息可以总结出这个瓜的几大要点 第一 这是一位三字Z型女星 先后和三位男星有染私下底给他们当三 第二 这位Z型女星是自愿当三的 明知道男方有家事还硬凑上去 目的是什么呢 娱乐圈最根本的还是利益 和女性有染的三位男星都是大咖名人 其中不乏大老级别男星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下大多存在利益交换 第三 涉及的三位男星 第一位是大老级男星 第二位男星的媳妇目前正在参加浪姐四 第三位男星则是一位二字 J型的喜剧演员 对于第二位男星媳妇于既描述时 她名气度很大很大 角色人物形象在互联网上属于爆红的状态 也就是说很多鬼出视频素材或者表情报都会用到 男星媳妇名字是三个字 出场自带BGM 新一季的浪姐出场自带BGM的女星 大家能想到的会是谁 邱慈逊回家的诱惑 还真别说有点对号入座的意思 名字三个字自带BGM 剧中形象十几年 依旧很火 她老公早前确实被曝光过出轨绯闻 当时闹得一度传闻 两人要离婚 广大网友也是痛骂男方 按照早前女记的曝光 于某本身思得也不是太好 在广大网友心中的形象是渣男 她曾经两次被拍 第一次深夜时分 牵着一位女性大摇大摆的出门聚餐 第二次聚会后 和一位女性同坐一辆车 搂着美女的腰 拉着美女的手 女方还坐在她的大腿上 悠然的玩手机 关系非常不一般 不过这种猜想有点先入为主了 当年两人都出来否认了 后续也没有什么事情传出 于柜还提到 第二位男星出轨对象 并不是当时拍到的那位 而是自己表述的自信女星 第四 自信女星曾经也参加过浪姐 这可不好猜呀 自信那么多 和第二位男星分手之后 自信女星就和一位 J姓二次喜剧演员好上了 属于无缝衔接了是 那与知名喜剧男演员 就是这么几位 但这其中没有名字 缩写是J的呀 翻看了一下 评论区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给出的名字 全部都是瞎说 没有一个有关联的 与其也真是 好不容易曝光了一个瓜 就不能痛痛快快说一些有用的信息 这个瓜吃的人不明不白 一头雾水 难怪评论区都是对你的人呢 娱乐圈众多明星的私生活 一直都是为人津津乐道的存在 吃瓜网友也早就习以为常了 那么为什么还那么爱吃瓜呢 向来除了当成饭后茶余的甜点 就是想要知道 娱乐圈到底还能乱到什么程度 报L星男明星 报假警 相关作品已遭除名 负面行为影响恶劣 5月11日 娱乐圈知名狗仔董瓜瓜 在个人账号上爆出大瓜 称圈内某位L男明星这些日子 探上大事了 按照狗仔的说法 是这位L星男明星之前 因为被女网友点名了恋情 这事情闹得非常大 甚至上了热搜 而这位男艺人不知道脑子在想什么 居然在否认了恋情以后 又加上一条自己报警的消息 甚至还晒出自己去派出所的照片 男明星的态度和口气如此强硬 一没有发律律师函 二没有打马虎眼 直接去报警的行为 也来不少网友的叫好和支持 许多粉丝以外的网友 都很相信男明星的辟谣 哪怕是我这样隔着屏幕吃瓜的人 也能感受到这位男明星的愤怒和真诚 结果呢 女网友先是晒出两人在酒店床上的亲密 赤身照片 而后才放出两人在酒店里对话的录音 甚至最后女网友亲自现身狗在直播间里 说了自己和那位男明星的事情 根本不怕男明星的报警吓唬 在直播中 女网友也说了自己点名男明星的原因 就是因为自己之前被人灌久了 得罪了娱乐圈里某位大佬 女网友想那些和自己发生过关系的男明星 都能看在之前的交情上帮自己出来说说话 仅此而已 可谁能想到这位L星男明星直接报警了 还是立志气壮的说自己不认识这个女网友 最后这事情就是女网友自己觉得委屈 埋怨这个L男明星体上裤子不认人 而男明星也灰溜溜的把报警内容和照片给删除了 说到这里 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L男明星的身份 就是演员李明德 这个女网友是制片人张浩奇 而且你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 根本没有 倘若当时李明德只是简单否认 说着让工作室发布PR声明的话 如今可能只是尴尬一些 但那个时候他居然报警了 还把这件事情公开出来 一个公众人物在没看清楚状况的时候就报警 秀回职 法律和舆论的手段一起用上 最后居然发现是自己错了 如此离谱的事情 大家真的就能当没发生过吗 用狗仔的说法 李明德这次报假警的事情影响很恶劣 因为李明德是认识那个女孩子的 他对报假警的事情要负很大责任 当然 这个责任不是说李明德最后要坐牢或者进监狱 而是对他作为明星的口碑和作品的负面影响 狗仔透露 李明德以后的作品很可能都会被抹掉名字 也就是说 李明德已经和半个劣迹艺人的待遇差不多了 很唏嘘啊 李明德的演技其实在年轻意大利还算可以 尤其是他演过几部小甜剧 他帅气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 但这个哥们可能也是年少轻狂了 我记得之前他就在网上公开发文讨工资 说对方不给自己钱 还教育自己 正常情况下这样的私事都是在台下解决 李明德把两人的聊天记录公布出来 也算是撕破脸皮了 这对于一个在游乐圈的明星来说 已经很不会来事了 从那时候我就感觉 李明德这哥们有些网撞 或者说任性 做事不太会考虑后果 就像这次报警一样 自己睡过的女人都忘记了 事后才认出了对方 导致报了个假警 你说这能怪谁啊 还是那句话 艺人这行业学艺先学得 明星们就是过得太滋润了 日赚208万都已经不满足自己了 还滥用警察来当成自己公关的手段 真的有意思 那就是这次 谢谢大家